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过去四个多月来举办过多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活动 包括6月两次分别有100万及20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 民阵原计划在本周日再次发起首次在九龙的大游行 抗议警察滥用暴力 周三晚间 民阵召集人孙子杰在前往民阵开会的路上 在望角遭多人以铁锤袭击 孙子杰事后 上半身燃血倒地 需送医治疗 这已是他近两个月来第二次遇袭 而孙子杰也以报名参加下个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香港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周四上午就孙子杰遇袭事件会见传媒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书庄严厉谴责伏击行动 指民阵活动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又质疑是否有人想要借此取消即将到来的区选 陈书庄说 过去的两个多月来 有很多民主派的人士受到袭击 当然 孙子杰就在八月末受到袭击 大家留意得到 共同之处就是两次 都是在一个民阵要举办大游行之前被袭的 而民阵的大游行大家都明白 一直都是坚持合理非 如果拿不到不反对通知书 是不会搞这些游行或者集会的 但是很可惜 连这个这么坚定支持合理非的组织召集人 都得到如此的对待 究竟是不是有人看不顺眼合理非 希望香港越来越乱 跟着借此取消区议会选举 有学者也认为 袭击孙子杰可能是为了刺激市民情绪 激化暴力 为当局取消区议会选举铺路 而民阵成员17日到医院探望 参子节后表示 他目前情况稳定 头部三到五个伤口已经缝针 但仍要留意观察 因此无法出席周日的游行活动 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恒表示 有细心做好本周末的游行 并呼吁香港市民尽量参与 待参子节发声 民阵又呼吁警方 尽快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美国之音记者王四韦 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王四韦